今天王晨超打到右边路的话呢 正好对面是对方李卡多路贝斯 是 一个徐跑 结果绿军人胡尔克 没有太多的是胡尔克追 金珍珠脚球开起来 分量给的有点大 到了远端 像是金信玉 我们看 边复北金珍珠来主吧 直线起球给他进 李荣右边路的45度起球 卡位还不错 后点 露得比较多 还好 这球金珍珠自己没法好 对没有过前点 右边路很空 自己带到全顶 到这旗里面 要打 全北现在布置的人很多 林善勇 二点球卡住 脚球到门前 全北现在队前门住 全北现在队也只有高中锋 金信玉一个人 45度再起球 哎呦 看金珍珠 在上海八百人比赛当中 对方所没有打出来的 是 这是一个他们流游 文宣民 一对二 哎 看这动 又有体重 对抗能力很强的中锋来讲 那这球 即便位阵在那防 高难度的来了一脚 接地的扫射 球慢慢悠悠 滚进了上海队的球门 这球 这球索性位阵不往回收着一 前场右边路上海队的边路的传中 但是直接奔着守门员去了 孙准浩 三十度角附近的起球 跃过了高中锋 上海队这一球 霍尔克 罚的不好 第一瓶球 感觉不错 但是呢 最后这一脚呢 感觉自己并没有完 这不尴尬 这是李卡多洛佩斯 和自己同伴 好球 好机会 打 哎呀 小球开起来 结果呢 第一点第二点 都是球美现代队先抢到 好球 一 汤的稍微大了一点 影响到最后的 前点 结果这球 金珍珠 我们看 这球撞在他身上 解围还踢刺 总算守门员 这一队的比赛 这种高强度的对抗 和来回的攻防的拉锯 对于上海队 结果打在人墙上 船中质量不高 外围一较掉射 爱哈迈多夫 转过身来 横拖一步 再传进去 全被现代的反击 文轩民 但是前场 李卡多洛佩斯 是摔倒了 这样的 米荣 这一球开到 景区里面 河上边是真能跑 杨世元还能追上 马上起球传中 洛佩斯调整到右脚 传后点 压人反规 压人反规 后点的 大力面球制造进军里面 面球制进来 头球蹭下来二点 没有什么机会 看怎么处理 变相 又打门中 转移外围 原射 爱哈迈多夫 后点头球摆回来 换车 看一看 阿尔克森是吧 没出 没出界 没出界 应该是阿尔克森 都是同样那个方向 这次也是有折射 但是折的运气比较好 折的 没出界 没出界 应该是阿尔克森 投球顶回来 我们看啊 上岗队投球顶到 再起球 他迈多夫 李荣 任一球开进去 是阿尔克森 投球顶出来 外围打远射 孙春浩 看这球 加时赛上半时呢 还有一分钟的赌食 洛贝斯 要去看球 结果被决明就盯着人打 肯定要吃到红牌的 在华尔克个人职业生涯的所有单场比赛里面 这大概都是头一回 主台板上影响 点球大战开始 华尔克 骗座守门员 球地 哎 严年灵 他刻意换上来的首发车发丢了 哦好球 紧接着第二个出场的上岗球 接下来 金信玉出场 几乎是一个直线助跑 来了一个少 他在自己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啊 也是经常发点球 发任意球 漂亮 好球 好球 又骗过什么人 看严俊凌 哎呦 差一丁点 漂亮 这敢骗 在场边 用右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那都是先落后 对 在这个精神力为先倒的情况之下呢 还得有体力的辅助 有技术的发挥 三比一 八刃一头 漂亮 骗过什么人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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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